很多搞笑的事情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比我的同事們早一點點 我忘記帶我的專輯 我第一次看到記者的時候 我是沒有帶 我怎麼可能沒有帶 但是他就說 沒關係 我有賣你的專輯 在包包裡面就拿出來 這個人生非常好 而且我一定要補充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是 因為他那個專輯是要撕開的 他這張專輯是要撕開才可以打開裡面的 那時候就為了不想要破壞那個專輯 我想說這個撕開好可惜 我就把它擠開 然後用抖的把CD抖出來 所以那一天我才可以把完整的專輯給你 因為我在家裡捨不得拆開 對啊 那這次兩個人的演出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要帶給觀眾的演出 那誰要先說呢 就是好音樂了 好音樂就是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特別是我自己比較常 因為你知道吉他手就會跟一大隊吉他手 還有吉他手的吉他手混在一起 所以我們人生就是無止境的吉他手的巡迴 然後人生就活在吉他手地獄裡面 所以這一次等於算是 藉由這個機會可以跟彈鋼琴的人合作 那我們也會翻唱我們很喜歡的歌手的歌 然後是他用鋼琴伴奏 然後還有我也會唱他的粵語歌 他會唱我的國語歌 然後我們各自都背歌詞 尤其是我的廣東話一直被糾正到 我快講到跳下去結束這一切了 對那希望一切努力 大家今天晚上看到都會非常的覺得OK 最佳人是要拱藝光秀的身材嗎 你 你 藝光 他要拱 他要拱 呃 需要 不需要啦 不需要啦 他不錯 就我們觀眾的角度還蠻想看的其實 因為我自己 因為想說那首歌就是一個很 一個很熱情的歌 平常大家看到Fell都是在鋼琴前面很 很氣質的 文文如雅 等一下會不會就突然站在monitor上面 就 我這 我也不知道 就很期待 我都很期待 沒有 其實我也要想說說看 就是我對他們兩個的感覺 因為其實 廖文強 其實他們的表演我都看蠻多次 廖文強就是一個 就是 好好確定一下你的用詞 你先跟我討論一下好不好 你害怕嘛 沒有啦 他就是一個有點像 瘋瘋癲癲的音樂瘋子 然後 可是其實你看到他寫的歌詞 你就會覺得他就 哇 是一個非常纖細的人 可是 當他站在舞台上你就發現 他也長得沒有那麼纖細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覺得就是說 天啊 這是同一個人嗎 因為他在台上其實就是 很開心 然後很有生命力 然後 很好笑 各種方面都有 真的很好笑 對 就是很有效果 就是 他會說 就是一個Live界的吳宗憲這樣子 歌手界的吳宗憲這樣子 憲哥也是我的偶像 我小時候看他那個節目長大的 對啊 所以 蛤 要不要找小胖泡溫泉 誰 尼匡 因為尼匡昨天坐在想泡溫泉 是嗎 你要考慮一下 我可能泡下去 那溫泉吃的水就沒了 他可能只能去大眾池 你可能只能去大眾池 你要考慮一下 沒關係 我想去了 但是沒時間 這個 concert 之後就可以了 好 可以再約一下 沒有 繼續 就是我 沒有辦法講完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在那個 那個 廖文強在舞台上就是 就是會帶你一下子哭一下笑 然後就是會很開心的一場演唱會 然後 然後FuLam的話 就阿Fu的話 我是覺得他 就是他唱歌非常的有渲染力 然後 他的詞 就是你就會直接被他吸進去的 然後 我很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 所以請你們兩位一定要 好好加油 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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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